我們警方進行執法時 都是有法律的基礎 眾籌的目的就是要援助反修例的運動 受到拘捕的一些電影人 但發覺被警方揭發了 原來這個基金的資金 只是少部分才去了抗爭人士 而大部分是用來買了一些投資產品 而受益人是某個人和某間空間公司 他們涉嫌觸犯了洗黑錢的罪名 當日在星火上 他們發現到3300張超市的禮物 價值是16萬 他們經常說年輕人是自發出來的 但當發現這些單據 和幫他們買保護器的單據的時候 大家就會質疑 其實是否真的沒有錢收的 去做這些行業的時候 市民可能純粹是支援被捕的學生 但他們並不是想整個運動越來越暴力 事實上從6月到現在 我們看到反修例運動其實是越來越暴力 從開始只不過是和平示威 去到衝擊立法會 去到釘磚 去到釘汽油彈 去到現在已經發展到有爭槍 甚至乎剛剛的大埔已經曾經開過釘槍 即是說 其實很大部份的捐款市民 可能是不意識到這場運動的暴力性質會越來越提升 他最初支持的理念和今天發展出來的情況 可能都很大不同 所以其實我很擔心他現在這班市民 其實支持並不是現在運動的方向 所以我希望各位市民 如果未來要捐款去支援一些學生的話 真的要看清楚是不是想這樣的方法支援